这起强烈地震造成花莲玉里6013摊坊 连外道路被落石及土石掩埋 道路中断 有不少旅客赏金针花受困 县政府也紧急把他们安置在山上民宿 但是游客只敢睡在车上 所幸稍早他们已经清除便道 陆续让游客下山 公路总局花莲公路段也报告 6013已经抢通了 土石突然崩落坍塌 大块落石砸下 连同整棵树木青岛 骑士差一秒就被击中 18号下午规模6.8强震 行车记录器拍下这惊悚画面 就是在花莲6013 6013因为强震不断多处摊坊 回到现场大片沙土 巨大落石淹没连外道路 地震当下有驾驶死地逃生 心有遗迹 过这一段的时候 那个地啊 动到真的不行 车子没办法开 但是我车子还是没有停下来 就直接慢慢的往前移动 我们过大概三秒 这个石头就下来了 原来是因为刚好碰上金针花季 不少游客上山想花 没想到却碰上抢震 光是短短100公尺的道路间 就有四段落石 完全抢通还需要一点时间 那中午前应该可以通 这些四五百个游客应该就 我可以慢慢下山 可以慢慢的提示下来 好 抢通过程时在艰辛 传出挖土机一度不堪负 各故障 赶紧加派机具支援 而从18号晚间开始 就陆续巡获受困游客 先安置于山上民宿 只不过民宿也因为遭受冲击 出现灾情 我们的房子一楼结构 全部受损 里面的墙壁都倒了 所以我们从昨天到现在 都不敢进屋子里面 那昨天晚上也是睡在车上 那目前物资我们还可以 那上面的游客 大概有受困一千人上下 六十十山成为重大灾区之一 索性目前已经清出一条便道 陆续将受困旅客引导下山 还好都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张世泽 张一 陈花莲采访报导